一天一章跟帕斯特莉莉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1章 21章讲述了三件事 1到7节以萨出生 8到21节以什玛利被赶出家门 22到34节别是八之约 第一节说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眷顾这个意思 这个字的原意是拜访介入 也就是说是上帝亲自使撒拉生了以撒 1到4节就提到上帝成就向撒拉应许的 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撒 八天行隔离 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神所说的话发生的 神的话出现了四次 是这一段描述的中心 第8节 说到以撒断奶的日子 发生了以什玛利嬉笑以撒 导致他们母子被赶出家门的事件 一般来讲孩子三岁左右断奶 因为这个古时候医疗啊 卫生啊等等条件的原因 孩子夭折的情况比较普遍 所以三岁左右的时候 孩子的生命就基本稳定了 所以会大摆宴席来庆祝这家真正得了儿子 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86岁生以什玛利 100岁生以撒 以撒三岁断奶 所以那个时候以什玛利差不多有17岁左右 九到十节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下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孝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 一同承受产业 细孝 这个字的意思是细孝 嘲弄是带着恶意的 那赶出去的意思 就是让他没有这个家产的继承权 按照当时他们所在地的法典 如果女仆被释放得自由 那么他的孩子就不可以分割财产了 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这个指的是从情感上来讲 亚伯拉罕舍不得把他疼爱了17年的儿子以什玛利赶出去 那么十二到十三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所以撒拉是因为看见儿子受欺负而生气 要赶走这个以什玛利 而这一个个人的情感和决定 却与上帝伟大的计划相吻合 以撒才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后裔 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来听从撒拉 但是上帝也顾及亚伯拉罕的情感 应许赐福给以什玛利 二十二节以后是这个别十八之约 我们昨天读的二十章记载了 菲利士王亚比米勒经历了神迹 允许亚伯拉罕可以在当地随意的居住 那现在呢 他要主动以亚伯拉罕立约 二十二节交代这个原因是因为 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 所以神给亚伯拉罕可见的赐福 让亚比米勒知道 上帝必定会使亚伯拉罕大大的昌盛 甚至将来会超过自己的实力 但是他又不敢违背上帝来赶除这个亚伯拉罕 所以就与他立一个汇集后代的和平之约 亚伯拉罕呢 他虽然被允许在当地居住了 但他也是经常受欺负 那他所挖的水井被霸占了 我们知道在一个地方有合法的属于自己的水井 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一个立足的根基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么亚伯拉罕就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就拿回来他所挖的这个井的合法所有权 所以我们会看见二十一章所记载的这三件事 都是上帝在成就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按照应许从撒拉得了儿子以撒 然后也消除了他们之前因为小信 所生的以什玛利对产业的威胁 来确保了以撒这一个儿子来承受产业 然后他也得到了在迦南地合法居住的立足点 所以你会看到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有后裔 然后有这个土地都初步的成型了 上帝真是掌管历史的主 给大家一个灵修默想的这样的一个亮光 人虽然各有筹算 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借着人的筹算来成就 一切都是朝着上帝的计划方向发展的 所以请你从中来体会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 谦卑下来 扶扶在掌管历史的主的面前 认他为你生命的主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给大家